台湾各地的山难意外频传 不但要动员大批的救难人员上山抢救 甚至也常常出动直升机来救援 每次救援的成本都高达数十万元 台中市政府就严拟台中市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透过规范装备、登山的时间 还有强制保险等等的方式 要来约束登山客 减少国家救援资源的浪费 登山意外救援事件频传 甚至还曾发生好几次台风来临 还有民众登山结果受困待救 为了救援人力不被滥用 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开始规划 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除了规范装备、时间 也必须投保登山保险才能入山 规定你登陆某些山域你要去投保登山保险 然后藉由保险机制这个区块 我可以万一当事者出事可以由保险机制来聘请更专业的收救人员来协助 就在因为毕竟政府的资源有限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国内目前针对登山保险必须要五人以上成团才能投保 会与金管会讨论是否能将规定人数下修到一个人就能投保 民间的登山团体认为这样的自治条例利益良好 但还要多面向来考量 民间登山团体认为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不是问题 反而是3000公尺以下的终极山才是问题所在 而三月通常是跨县市的 登山相关条例应该是全国统一 如果只有少数县市在做 其实帮助不大 记者邱石培赖世杰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